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上去 如果你质疑都要不信的 那真是没办法了 你真是万无能 有时会不会真的像他们那样想 有些人专业 我都不排除是有的 但是普通法的精神 可能真的有人转到这些空子 他就聪明了 但是都是要真的临终都无枉 一定要 好了 话说呢 讲什么之前呢 我昨晚就在青山的茶餐厅吃东西 新开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朋友记得有一家新的东西 我去试一下 他旁边也有一家传统的 所谓传统的纪念开的 的餐厅 哇 静得不得了 大约九点钟左右 那他就爆灯了 灯光火猛 我只见他门口有三五十架的士拍在那裡 那我就知道 嗯 有料到 那我进去呢 首先那些的士大哥跟我打招呼 都是我们碧里曼谱的网友来的 我不知道 我看你的年纪都比我大了 那照着年纪大的应该是不会乘黑的 那应该是正值的的士司机来的 但是我有时看那些小红书的影片 那你原来 要你老母七十几岁都可以陷加产 一样兜路的 你又是陷加产 你上来选客的 那好了 话说呢 我们在门口介绍我的时候 你看到 要你老母九点后有八折 哇 茶餐厅还要有八折 好了 我再看看那些东西 那些蒸鱼餐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 士忌大哥喜欢吃鱼 我发觉现在我去到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整条鱼的蒸鱼餐 都是 去买六十五元就有汤 有饭 有一条鱼 喂 当日我介绍大家去上海街的黄金饭 其实我现在就很少去 因为原来周围都很多类似这样的价钱 但是呢 人家舒服点 那我呢 他有很多东西吃过 又有一些就是那些西餐 那些扒 都很多东西吃的 那我昨晚呢 我吃了什么呢 各位 我吃了一个 怀旧薄牛扒煎蛋 我吃了一个蛋饭 黑椒汁 那大家知道是什么事 那当然是要太阳蛋的 那些 混了一些黑椒汁 在一些蛋浆上 哇 和饭真的没得顶 那就叫了一杯红豆冰 那他就说送了一个罗宋汤 给我的罗宋汤有水准的 OK的 那当然及不上我们的罗宋汤 但是OK的 那我老友呢 就叫了一个纽西纳西纳扒煎蛋 那叫了一杯冻奶茶 有个罗宋汤 好了 大家记得到有两个饭 两杯飲料 我给你特感的一个红豆冰蝦 两个罗宋汤 然后我好事不轨 叫了一碟白灼虾 不认为你不认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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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的 我认为有个白灼虾这么划算 都有些中虾 如果用来做白灼虾 我认为略然大 但OK的 中虾 我认为有十多只 有个辣椒豉油 就48元 我下单的时候 那个哥哥说 是否会员了 请问 我为什么想 如果你是会员 不是48元 那个辣椒虾 就是那个白灼虾 是多少 1元 1元 我说怎样做会员 我说是否要 譬如买一千元票 五百元票 做会 不用 你在menu上 就是 scan 原来 大约是进入WhatsApp Group 他就会传一些东西给你 一些资料 有什么特价 那就是会员的 是1元 我说 看一看 我说不是 你就算会员1元 都去到9点 现在9点3 哎呀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 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 现在过了9点 我说 不要紧 不用1元 你48元 跟我照来 难道我给你吃不起 48元的白灼虾吗 好了 最后埋单 各位看官 1个薄牛肉煎蛋 飯 黑椒汁 好吃的 算是好吃的 它好吃在 老实说 用现在几十岁人的口味来说 其实就会嫌牛肉煎蛋 太軟 甚至很多东西说 但是它真真正正做到 我们小时候 快餐店的味道 你知道哪些 那只黑椒汁 只是那只味 红豆冰 红豆冰 一般 没有以前我买的椰汁 红豆冰 一个汤 另外老友说 我快餐这么厚 西餐这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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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餐厚 黑椒 有口汤的 麦西餐 你说了多少钱 183 是132元 哇 我直接不想怎么计 132 我真是想给144元 不想西餐 我贴士 132元 后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计 我没想到 我现在到 因为我那个是58元 我那个牛扒饭 58元 我Fan的也是58 都116 是吧 好了 野饮呢 我那个不是餐 20元 我Fan的我当是18元 154 两个汤 是醒我的 醒我们的 加上48元的蝦 都202 乘点8 都161 是吧 但是它是132 我不知道 我没努力看那么小 它应该是 可能我刚才打算 20元的夜饮 唯一是这样的 原来是加 就是变餐 比如58 你本身是加20元的 那杯夜饮20元 可能加11元之类 就是要这样 喂 你了 太划算了 如果我 如果我 就是这样 我自己是个人 我不会又无端的叫着 趴的 那些个人叫狗狗狗 我叫个饭 我叫个蒸鱼套餐 65元的 然后我就问 我真的看到 一个霉蛋的时候 那女生 都可以 聊聊聊聊 如果我说 怎样 可以先 Eatable 多少岁 我想 不够30元 我觉得是怎样呢 它不是Eatable 你是想Eat 那一只 属于上街的 叫做Wanna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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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出下水 我想 如果我喝热饮 是65元 那都有8折 那他说 52元 就是一个蒸条 黄花 一碗饭 有汤喝 喝完热饮 9点后 52元 接着我说 我出去 走出去 我去看一看 吃口烟 出去 你附近 你想想 青山道 你说 这么大的竞争 喂 两宋饭 都整条街系 你如果不是这样 他就不能做 但是这样 他就怎样做 你有数计 所以昨天出现了一件事 他餐厅多位 我想有100多个位 属于大的 我都等了很久 才叫到别人 serve我们 我们一进去 已经见到 我alert 我们已经进来 只剩下的 因为多东西做 只有三个楼面 100多个位 起码 香港便是这些困局 你请多些 你够不够做 你就这么说 你那条鱼 喂 温的 臭的 都两粒三粒 街市交过来 是吧 9点后 52元 好想办 我会再回头 这档东西 这档东西 未够的 当然 我认为 红磡那间 香港第一館 那间真的 我不会爆出来 我现在发掘了很多 天下美美 好了 香港独立党的主席 承认串谋线 和分裂 国家囚五年 那这个人呢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简单说 多口仔 黃建聪 四十一岁 他呢 他呢 就被控呢 在外国 在网站上面 在网站 跨越了 Instagram Facebook 等等 那 被指他呢 就展示 这一些 就是 特区政府认为 是 鼓吹港独 提出香港 加入英联邦 要求外国派軍队 入侵香港 等等这样的文字 那这些一定是中的了 不用说 OK 那法官院感洪说 喂 这些post 在社交网站展示 长达二十八个月 OK 很明显是有计划的行为 不是一时之气 他甚至乎 鼓励香港人 反抗香港特区政府 和中国政府的管治 还提倡设立临时政府 又鼓吹香港独立 甚至要求香港 回归英国政府之下 哇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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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惜的就是 被告还要扭曲历史 将中国政府妖魔化 又鼓励他人使用政治手段 和武力摧毁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 又号召 预备付出生命的人作为义事 另有集资聘请雇傭兵 又要求外国众军 香港 外国联军 老实实说 你说集资去聘请雇傭兵 要求外国众联军 我真的没有听过 那些事情 很简单说 又是吹水 好了 那些 好了 他判了五年 亦都是 連官说 虽然他都对他很同情 其他另外 下山三尊子 但是因为 国安法 是没得减刑的 那他判他呢 他在这个程度呢 就是五年 所以就是判五年 亦都没得减刑 是失手的 不过 在这段新闻里面 我认为一件事 很好笑的 阿练錦洪 他说 被告在香港出生和成长 在外国接受过高等教育 持有这个曝国故障 在2013年 就已经移民了去英国 拥有当地的居留权 他按理呢 阿练錦洪法官认为 他应该是效忠别国 落地伸根的 你应该在忙着 现实生活问题 你又不会 在香港或中国政治的影响里面 有得益的 被告身在安全之地 就大力鼓吹外国以政治 或者武力手段 制造中国 又用平台煽动香港人 对中国或香港的仇恨 鼓吹暴力 推翻香港政府 所以 情势非常严重 首先 有两件事 言为心声 你可以看出 阿念冠 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觉得 他认为 你都去外国了 关你什么事 你都关心自己 这个真的是言为心声 等于我们出来帮人力 我的朋友都觉得 你们没有钱收 他们都不信 没有着信 你们会做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说 当然不是 他一直铺定路 如果我当日去人力做义工 我打算铺定路 会做 所谓的 网台主持 接着会做生意 我真是神通 是吧 等于 现在有些人 譬如昨天的 什么 整个关注组 有些人都说 我看到一些网友 铺定路 你们可以这样想 我就真的不觉得 铺定路 做YouTuber 一筆 我觉得 你最多是看着 形势发展 去改变 当然 还有很多人 我又跟大家说 你以为 做YouTuber 那么容易找到钱吗 不要想乱来 你们 好想买东西 我会说 真的 你们不要以为 喂 你说不是啊 屌尼了 好不 你怎么这么吹啊 都找回三两匹 三两匹 好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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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隨便吹一下 好啦 好啦 你放很多effort 找到几匹的东西 你放那么多effort 你做什么都可以找到几匹的东西 是吧 真是老老实实 那当然你说 'enjoy'在街上 有人跟你打个招呼 那没得谈啦 就是那些 好啦 第二 就是说 他说 你拿了一个人来护照 他人来住 应该效忠别国 落地生根 喂 你搞清楚 好 阿联官 你首先就是中国人 喂 大人把人 拿着别国 会置在外国几十年 吹着五星期啦 你不用的 如果按你 喂 现在我们 大把立法会议员 应该回家睡觉了 按你 我们那个特区高官 喂 是关于何事啊 是吧 嗯 按你嘛 哎 不用你说话 这个 年感红 好了 另外 这件事呢 私隐专公署 拘捕二十二岁女 这些是提一下大家 我觉得没什么新人价值 私隐专公署最擅长 做这些 有个二十二岁女孩 OK 就被私隐专公署 昨天在新界拘捕 被保释的 他涉嫌违反个人资料 私隐条例 第六十四三A条的规定 那 调查就说 事主 事主 和被捕人士 即昨天那二十二岁女孩 被捕人士 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两个人在去年十二月分手 没多久之后 有人在一个社交平台路 公开群组里面 發布一条含有 事主个人资料的信息 并对事主作出负面评论 事主被披露的个人资料 包括中文姓名 一张照片 和一张略去部分内容 属于事主香港身份证的副本 即使是这样 都可以看到事主的中英文名 和部分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姓别等等 好了 老实讲 我都不要说那些爱得太恨 什么爱得太恨 什么反面变成恨 不用说我一点 你说这些人是多恨 那些女儿 有些人呢 我跟大家说 你真是没办法 有些人真是生活在那里 没想到 他真是 你不要想着 个个都好像你们那样耳精目鸣 又或者你听我们说的 那些对你听的 就是那个世界的道理 千万不能有这样想 首先有些人 真是没想到 我告诉你 如果有人跟我说 你知不知特首是谁 李家超 你知不知 现在的立法会主席是谁 他不是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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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法会主席 你知不知 周润发 他现在 成名那套电影 麦歌是什么 他小孩 他不知 竟然有些人 三四十岁 别说四五十岁 他真的不知 什麽叫猴毛丹 现在坐车两元 六十岁可 可以的 我真的不知 他有很多 其实不少这些人 這女兒就是 首先 很慘的是她生活是一個黑毛林的人 她這樣刪一些事情出來她正在衰 私隱條例正在衰 但是不代表 什麼的 可能其實被登的事主是很可憐 恥亂中氣 什麼這麼晚啊 我現在就照袁松 我慘是一個黑子 別吵 我上次來講得很清楚 那你真是吵你 之前你會說的真是假 吵你當然是假 你哄吵吵我也是這樣 想怎樣 我叫你來不要找我 她還跪在那裡吵你 你真是玩不著 你只要你回來就行了 我吵你了 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賤 為什麼我撇你啊 但吵你就是夠賤 我吵你的時候就覺得你辣椒仔 現在我說不要你那方沒有兒子 吵你又貴又喊 你死的 你去哪裡啊 祝師傅 祝師傅你去哪裡啊 吵你老母 我出來被人吵屁 不肯喜歡和女人玩得不想得 她可能會這麼賤 但她這麼賤也好 不代表你這樣按鈎 所以 就是說一定要 你在現代都是沒有辦法 以前可能沒有甚麼 現在一定會拉鋸你 這條消遹尊條例何時有 其實不是19年之後 一定都有 不過以前 就蹴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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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爭 現在一定沒有辦法 這件最好笑了 在我們這兩個人的心思裏 我都猜不到 我想被人打的八八都猜不到 一個87歲的老翁 大家聽清楚 不是67歲 67歲被人打就還未期 67歲就像阿倫的70多歐 87歲的老翁 在葵聰 這個 圍寨街 這是一個寨字 圍寨街 在6號的一個公園 被一個不相識的非華裔男子 打他 對方呈兇後逃去 受害的887歲 眼部受傷 就送去醫院治理 好了 警方經過深入調查 都不知是怎樣深入了 他說原來在昨天早上 10點9 他們去到石利 一村的石安流路 拘捕一個 是拿著身份證的香港 50歲男子 大家記住 不是15歲 是50歲 的印度男子 涉嫌在前日 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 就在扣留調查中 消息說 被捕人士 就是50歲的印度男 多天在公園 和鄉里 高騰闊崛 哩哩巴 衛星浪很大 路過的伯伯 望一下他們 我想都是望一下他們 87歲 你叫做黑古律讀 四個大漢 你醒爬的 都不會說什麼 但是 但是有人就指他, 屌你老母, 麥麗事是呀? 什麽麥麗啊? 什麽麥麗?老爺 眼丢丢, 眼超超, 就屌着他, 可能我不知道那老爺可能, 你搞得老爺, 你搞得小聲也行, 你搞甚麼? 走吧! 但是又是死了口不出, 但怎麽都好, 屌你老母, 你不是小時候,你五十歲的嘛 你打過阿伯 我想阿伯 都想不到 三十年前,他五十七歲的時候 走過這個壽謀平雞寮 都未被人打 你打過八十七歲 被人說 你老母 接著就找 雪糕桶 當然是雪糕桶 沒有理由吃那些,還有拳頭 打他 但是我覺得他很夠薑 我真的不敢打八十七歲的 是不是 彈他都死了,怎麼辦 這個是抵拉的 所以在街上不要到處看 休息一會